我们身边经常有这样一种人 同样一件事 大家都觉得没什么 但是他却很生气 对这样的人 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可理喻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有时候 我们自己在愤怒的时候 有可能别人同样无法理解 生气和愤怒 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情绪 谁都不想生气 但好像又无法控制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生气 来讲个故事 说有一位盲人到朋友家做客 等到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 于是朋友就点了一盏灯给盲人 但是没想到盲人脸色一变非常生气 说我是个瞎子 你还点盏灯给我 这不是故意接我的短吗 朋友刚想解释 盲人把手里的灯一摔 就气冲冲地离去 朋友只好无奈地和家人说道 夜里这么黑 我怕别人撞到他 点盏灯给他 虽然他看不到 但别人却可以看到 那么从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的一件事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盲人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他的理解不正确 而且他很偏执地认为 你给我点灯 就是在羞辱我 这种错误的理解和偏执 给他带来了愤怒 所以啊 生活中很多让人生气的场景 并不是事物本身让人产生愤怒 很可能是因为你理解事物的角度 过于偏执 有这样一句话 说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 就很容易把所有的问题 都看成是钉子 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很容易陷入偏执的思维陷阱 当问题无法解决 就只能愤怒 其实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 都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 去看待理解 首先是你自己的角度 其次是别人的角度 第三是站在客观的角度 第四就是理论的角度 比如盲人点灯这个故事 站在盲人的角度 既然我是个瞎子 就没有必要点灯 所以点灯对我来讲 就是对我的冒犯和伤害 而站在朋友的角度 我是为你和别人着想 你虽然看不见 但可以提升大家的安全 那么站在客观的角度 朋友的做法当然没有羞辱盲人的目的 因为这样做对他并没有任何好处 还要搭上自己的一盏灯 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夜里走路给盲人点灯 确实可以照亮自己 避免被别人撞到 如果盲人可以从这四个角度 看待朋友点灯的做法 那么他肯定不会生气 但他只从自己的角度 偏执地认为 朋友这样做 就是为了羞辱自己 所以就会越想越生气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也和这个盲人一样 开车的时候讨厌行人 走路的时候讨厌汽车 当老板觉得员工不够努力 打工的时候又觉得老板太小气 别人家的孩子没有教养 自家的孩子是太小不懂事 总之呢 所有让人生气的事 都是因为我们总是从固定的角度去理解 并且偏执地认为这是唯一的解释 所以啊 当你下次想要生气的时候 不妨都从四个角度去想一想 这样你就不会轻易和自己较劲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关心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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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